好,来,先尝准备 三,二,一 哦,谢谢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 虽然之前 应该算是随便瞎唱过几次吧 应该出于自己的喜欢 唱过几次 但这一次应该是严格意义上来说 第一次唱家后 要在那么多人面前去唱 然后又会被很多人听到 所以应该算是严格意义上 第一次唱家后 尤其跟之前非常不一样的是 要在比较懂闽南语的阿渡老师面前唱 而且也要在胡小夏面前唱 因为这首歌对胡小夏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 很里程碑的一首歌 是当时是在那个比赛里面的满分歌曲 也是我选这首歌的原因 我觉得歌手很多时候去回望 我们自己的一些出发点的时候 是很神奇的一个事情 那加后我猜应该是胡小夏的一个 其实点吧 一个当歌手的一个出发点 而且也是我听到胡小夏声音的第一个舞台 所以当时就选了这首歌 然后闽南语是非常难 非常难唱的一个语言 它会像有粤语里面的一些闭口音啊 一些簇音都会在里面 但有更多的好像是比粤语好像多了一些 就类似像笔音的一些音在里面 反正就是 这些是我们不是以闽南语为家乡话的人 感觉不到的那些不同 而且也跟学粤语的时候 遇到了相同的一个比较头痛的地方 就是你问不同的地方的人 他们说的闽南语的地方就不一样 比如像第一句 它就会有那个 有其他地方就说是无极力 它就不是无极力 有很多地方像 怪东怪西 也会有其他地方 它说是那个地方不是 应该唱的是 就是 最后只能够就是严格 按照我找的那一位老师 教的闽南语的发音来唱 就是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 然后就会有一些小细节不一样 就像当时学粤语歌的时候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 是比较难克服的一点吧 但是我觉得也尽力的也努力的 去传递自己喜欢首歌的原因 我觉得就是 我认为我不知道啊 看剧 大家都应该很爱看剧吧 谁没有在家里 趁自己爸妈不在家的时候看电视 然后又 因为电视的温度 被自己爸爸妈妈发现过呢 我就是一个比较喜欢看剧啊 或者是看动画 或者是看一些影视作品的人 算是先去打人吧 比较喜欢他 但也有很多是只听过他的歌 会因为他的歌然后去看剧 所以我也很喜欢 就是很有幸可以去唱到很多的影视作品 就像刚才说的六十字的小时 这一看就是流浪地球里面的一个概念 我也很开心可以演唱流浪地球的第一主题曲人士 大家快去听 所以 主要是那些歌也很好听啊 无论你看不看过剧 多多少少都会去听过这首歌 那上一次追剧是什么时候 最近有没有在追剧 上一次的追剧也就是昨天 最近肯定在追啊 人家都在追的狂飙 以及我演唱了主题曲的三题 这两个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制作 非常质量非常非常好的作品 而且钢体昨天 钢体三体刚刚收款 对希望大家也可以看一看三体 而且看完这一部三体 会非常非常期待下一部这一部的制作 几乎我身边的朋友都说 是三体做的好厉害 你觉得追剧的快乐是什么 没有什么快乐 就是放松自己 加后这首歌是一直在我歌单里的歌 分享最近的歌单 我的歌单很多都是老歌 我的歌单一直都是老歌居多 新歌居少 最近比较 因为新歌我会去拉排行榜去听 然后也不知道是因为听了太多次 那些经典老歌还是怎么样 就是存在歌单里的歌 永远都是比较经典的 或者是它已经发行了很多年之后 才会慢慢加入到我的歌单里去 比如像欧罗拉她那个 嗯 But I don't want to care for me 其实是她一首比较不是很新的歌 但是也是我的所有歌单里的歌曲 风格比较杂乱 也希望我的歌可以是你的歌单里的歌 拜拜